好这银行现在如果都知道你已经被扣押 而且你根本不能做施工勘验 星光银行会一直发钱给你吗 星光银行的这个营件的费用 都是你施工勘验完之后拿着相关的文 他才会再去放款给你 顶月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有施工勘验 我告诉你他根本不会放款给你 他现在不只不放款给你正常的银行 我昨天也问了那个相关的这个相关的律师 他说正常的银行不只不会放款 还会抽银根就是我给你的钱 我要全部都要要求要回来 因为怕自己赔掉 怕拿不回来嘛 而且我们知道星光银行是主办银行 他最多比例 再来就是星光人寿 所以星光集团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所以现在的意思是什么 就算是蒋万安不勒令他停工 金华城在正常的状况底下 他都盖不下去 除非沈青金真的去拌 拌他的祖公啊 出来你知道吗 拿金条啊 金块啊 或者他存的钱出来 他才有办法继续盖下去 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钱 星光银行不会再给他钱 那他怎么可以继续盖下去 然后他盖下去 他不能施工勘验 他多盖的那一些楼层 就会变成是违建 所以你知道他根本盖不下去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 为什么李士川跟蒋万安 还要软趴趴 你知道吗 依照内政部的文都已经告诉你说 你只要新的建物被扣押 你就不能施工勘验 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盖下去 然后人家现在问你说 你要不要勒令廷工薪 金华城 他就说我再去问一下法院 是不是真的有扣押他 不然呢 不不不懂啊 怎么会还要再去问呢 他就是说他就是比他就是比较安全性 因为怕国陪 刚刚小平哥的意思是说 除非法院直接给你写名 要求你台北市政府停工金华城 不然蒋万安绝对不停工 是这样吗 你可以这样这么摆烂吗 法院绝对不会这样写 因为法院是不告不理被动 一定是要有人申请嘛 而且如君伟刚刚所说的 法院停不停工这件事情 是法官的职权吗 不是 不是啊 对法官的职权 是我核定了甲扣押 所以讲话 把责任甩给北院 对他现在要甩给北院 说北院同意 我停工我就停工 你要不要干脆你市长辞职 让法院的法官来做市长 来兼任 不是 不请苏培 苏培刚刚要补充李四川的谈话 他就说不给施工看医院 就会拿不到使用执照 李四川讲的是什么 给大家看一下 李四川今天访问的时候 讲说北检裁定金华城的扣押 公文里面是依据内政部 66年跟67年的两个韩式 他讲的是什么 如果新的建筑物被扣押 主管机关就不得做施工看医院 不得做施工看医院的意思是什么 他每一个地方每一楼层做好之后 都要做施工看医院 施工看医院完 得到建管处的同意之后 你才能够再往下一步去做 那也就是说 如果金华城现在已经被扣押了 你知道吗 你继续做 做到你现在被同意 施工看医院的这一层楼 做完之后 你下一次再去报私公看医院 建管处就不去了 建管处不去之后 你自己乱做 你就是违建 你就违建 你就要被勒令停工 所以他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做烂尾 一个叫做违建 你要不你就先再停下来 那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个是鼎月的选择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 星光银行 主办银行的选择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种大型建筑物 其实神经营哪有真正 有这么多钱 可以去盖 全部都是银行借款来的 对 好 这银行现在如果都知道 你已经被扣押 而且你根本不能做施工看医院 星光银行会一直发钱给你吗 不会 星光银行的这个 银件的费用 都是你施工看医院完之后 拿着相关的文 他才会再去放款给你 对 鼎月 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 有施工看医院 我告诉你 他根本不会放款给你 他现在不只不放款给你 正常的银行 我昨天也问了那个 相关的律师 他说正常的银行 不只不会放款 还会抽银根 就是我给你的钱 我要全部都要 要求要回来 因为怕自己赔掉 怕拿不回来 而且我们知道 星光银行是主办银行 他最多比例 再来就是星光人寿 所以星光集团 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所以现在的意思是什么 就算是蒋万安 不勒令他停工 金华城在正常的状况底下 他都盖不下去 除非沈金金真的去拌 拌他的祖公 出来你知道吗 拿金条啊 金块啊 或者他存的钱出来 他才有办法继续盖下去 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钱 星光银行不会再给他钱 那他怎么可以继续盖下去 然后他盖下去 他不能施工勘业 他多盖的那一些楼层 就会变成是违贱 所以你知道他根本盖不下去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 为什么李士川跟蒋万安 还要软趴趴 你知道吗 依照内政部的文 都已经告诉你说 你只要新的建物被扣押 你就不能施工勘业 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盖下去 然后人家现在问你说 你要不要勒令廷工薪金华城 他就说 我再去问一下法院 是不是真的有扣押他 不然耶 我不懂啊 怎么会还要再去问呢 因为刚刚小平是说 他就是比 他就是比较安全性 因为怕国陪 平工绝不说出口 刚刚小平哥的意思是说 除非法院直接给你写名 要求你台北市政府 停工金华城 法院不会这样写 不然蒋万安绝对不停工 是这样吗 你可以这样这么摆烂吗 法院绝对不会这样写 因为法院是不告不理被动 一定是要有人申请嘛 而且卢君伟刚刚所说的 法院停不停工这件事情 是法官的职权吗 不是 不是啊 是 法官的职权是我核定了 甲扣押 所以讲话要把责任摔给北院 对他现在要摔给北院 说北院同意 我停工我就停工 你要不要干脆你市长辞职 让法院的法官来做市长 这个公务员那个都法局的公务员 就奉交下 奉卷薯培交下 然后呢就说这个案子现在看起来应该要停工啦 因为包括副市长都说不进行勘验嘛 停工停工 当佛请和事 当 当佛请和事 当不当 当 奉卷薯培交下 要给谁签 给讲话呢 然后最后就当佛请和事 公务员你现在不作为你也有事 所以最基层的负责发 这个建造使造的负责看院的这些单位 赶快同仁今天这个放假 严理一下跟法务局讨论一下 赶快理这个公文 不然你们也会有事 基层公务员 你就学那个以前的学法叫当佛请和事 然后最后签大签到蒋万安 请蒋万安来决定 所以议员也可以奉交下 可以啊 也可以是吧 可以 台北市的公务员麻烦不要听王毅川的建议 这个建议怪怪的 谢谢大家